Hello 我們今天有個廣東話的茶經 所以我們現在做個禱告 在結束之前我們會領盛餐 所以你可以準備好那些餅和杯 如果你喜歡可以和我們一起祝 多謝主 我們現在祈禱 耶穌基督 我們感謝你今天讓我們在一起 online on air 祝福我們的生活 祝你的話語 祝你的話語很厲害 我們靠你 望你 多謝你 祝福所有的觀眾聽眾 給他們每一個和他們的家人得福 保守他們的日子 祝他們平安 in Jesus name Amen 今天的題目呢 我們很長的名字就是 蘇羅的王朝 就是舊約的王國 是一個圖像 那個宗教的世界 但是那個宗教的世界就是 就是一個這個宗教的 西方的三個月 是律法 區與四個死亡的律法 今天是10月27日 差不多到月尾 是猶太人的月份 他的12號 他們是農曆12號 那下星期就是10月31日 星期一就是萬聖節 還是萬季節 就是他們通常這些小孩子 根據民間的那些想法就是Halloween 所以因為這樣研究 我們就用這個時間思想一下蘇羅的王朝 蘇羅的王朝是怎麼開始的呢? 就是記載在薩摩爾記上 我們一邊讀一邊思想 在薩摩爾記上第九章開始的時候是這樣說 有一個電雅敏人名叫基士 是電雅敏人 阿菲亞的余孫 彼哥拉的曾孫 洗羅的孫子 葉比的兒子 是個大能勇士 有一個兒子 他有一個兒子名叫蘇羅 又健壯又盡美 在以色列人中 沒有一個能比他的 身體比做文高過一頭 蘇羅的王父親 幾時掉了幾頭爐 他就吩咐兒子 蘇羅說 你帶一個仆人去尋找爐 蘇羅就走過以法連山地 有個沙里沙地 都會有爪著 有個沙林地 路也不在那裡 有個便雅敏地 還沒有爪著 這裏就說蘇羅 他做以色列王 第一個王之前 他已經是有個卡拉拉貴族 家裡很有錢 他的父親 就是那些大人物 他有四代 他記載他有四代的那些人名 就是曾孫、孫子、余孫、二子 他的名字叫蘇羅 這裏形容他的第二節 他就是最英俊的 不只說他比人高一頭 就是說換句話 他是有錢又有力 又英俊 又高大 哇 就是那些人 就是一見他的時候 就是 我想就是可以形容 就是好像有些那些名門貴族 就是那樣 就是 就是個個 個個的人 那些文 那些文 以色列文 個個都是 那些女士 都見到他 都是心慾慾 那麼呢 那 記載在這裏呢 就說他的父親 基士呢 就不見了幾頭腦 那所以他吩咐蘇羅 你去找吧 那帶個仆人去吧 這麼說 那這裏有提過呢 他去了 那四個地方 就是以法連山 有沙利沙地 有沙林地 然後最後呢 他去變雅敏地 因為他蘇羅自己是變雅敏人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去變雅敏和旁邊那個 以法連的 那些支牌的地 那些山地 就是 kind of make sense 那另外那兩個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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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意思的 不過就是 我 我沒有機會 bring it out 那 然後呢 他end up 就到了一個地方 叫蘇佛地 蘇羅呢 然後就對跟隨他的捕人說 我不如回去 恐怕我父親 不為勞跨心 反為我們擔憂 那 那 就 啊 啊 捕人說 這城裡有一位神人 是眾人所尊重的 凡他所說的 全都應言 我們不如往他那裡去 或者他能將 我們當走的路指示我們 蘇羅對捕人說 我們約去 有什麼可以送那門人呢 我們狼中的食物都吃盡了 有沒有禮物 可以送那神人 我們還有什麼 沒有 福人會答蘇羅說 我手裡有一銀子 一射黑納的四分之一 可以送那神人 請他指示我們當走的路 從前的以色列中 若有人人去問神 就說 我們問先見去吧 現在稱為先知的 從前稱為先見 蘇羅對捕人說 你輸的事我們可以去 於是他們望神人所在的聖類 在這裡提到 他是經過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叫蘇佛 然後他說那個醒那裡 就有個神人 其實這個神人就是薩摩爾 他就說我們沒有錢 又沒有什麼 他說不是 我有一個射黑納的四分之一 那通常呢 在那個時代 如果他們是 要是給Temple Tax 那應該是一個射黑納的二分之一 一個射黑納 但是他沒有 所以他就說 是這樣算了 那四分之一 但是呢 現在的聲音就是不夠 不夠數 但是anyway 整個點就是 他有這麼早 就是他盡可能 就是那些 anyway 他們就上波要進城 那就是換知這個醒 是一個山仔 就遇見幾個少年女子出來打水 問他物說 先見在這裏沒有 女子回答說 在這裏 他在你們前面 發去罷 他今天正在城裡 因為今天百姓要在休坦獻祭 在他還沒有上休坦吃獻祭之先 你們一進城便必如見他 因為他未到百姓不能吃 必等他先觸祭 然後請的客才吃 現在你們上去 這時候必遇見他 二人就上去 將進城的時候 撒母爾正認著 他們來 要上休坦去 蘇羅未到的前一日 耶穫華已經指示撒母爾說 明日這時候我必死一個人 從便雅問地到你那這裏來 你要告他作我民以色列的軍 他必救我民脫離非利斯人的手 因我民的愛聲上達於我 我就眷顧他們 這裏來講說 他們去到那個城 那個城就是撒母爾的城 叫拉馬 英文叫拉馬 因為那個城是一個西山上公 所以他們那些少年 少年類似要下山打水 因為山通常很難有那些泉水 就上到那麼高 尤其是那些小的山 如果那個山大 那就不同 Anyway 他們在那個山頂那裏 他們在那個山頂那裏 除了那個 Tabernacle的張牌 就是那個平擺身 指定的地方 他們通常就很流行 放一個休坦在那個山頂那裏 Anyway 他們那一天就是祭慶的日 所以他們就在等著 那個先知撒母爾 就是 但是他們會等著 等著那個撒母爾 然後等著那些行人 那麼 Eperney呢 就是前一天 耶穫華 就已經跟撒母爾講了的話 今天呢 就是明日 會有一個人是別亞文人 那來到那裏 他就會是用他做下一個 我第一個 以色列的王 那 那呢 撒母爾看見蘇羅的時候 耶穫華底他說 看啊 或者人就是我對你所說的 他必治理我的文 蘇羅在城門裡走到 撒母爾跟前說 請告訴我先見的遇所在哪裏 撒母爾回答說 我就是先見 你在我前面上休坦去 因為你們今天必與我同席 明日早晨我送你出去 將你心裡的事都告訴你 至於你前三天所調的那幾頭路 你心裡不必跨臉 已經抓著了 以色列眾人所仰慕的是誰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嗎 那麼 就蘇羅說 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少的別亞人嗎 我家不是別亞文支派中至少的家嗎 你為何對我說這樣的話呢 至少 does not apologize 更NOUN Reddit 這是日印的平臺 英一個局番上約 因他這城市 給予人從中央審 installer 圈濟秘動 這 Position Eats 這個情況是 一個情況是 他們住的房子很多都是在中間的 所以他們就在那裡撞到 就是耶穀華已經跟他們說了 所以就說 噢 他已經說了一些語言 說那些記頭路不用跨 這個地方 第一件事這個地方 後來就變了他的沙姆二死後 他就撞在那個城市 所以後來就變了他沙姆二的墳墓 還有一件事 這裡也提到 沙姆二和某人去客堂吃東西 但是就在請來那裡 請來的客人中 當然不算過某人 但是他也有份吃 但是那個請來的客人 蘇羅就是居首位 居首位 然後客裡面大約有30個人 有30個人 那什麼意思呢? 這就變成長廣 就說薩姆二記載 就是蘇羅和他的兒子做皇帝 蘇羅是第一個 他的兒子做第二個 然後蘇羅的皇朝結束了 只有兩個皇帝 然後後來就是大衛的皇朝 大衛的皇朝呢 當然了 就是那個 猶大 以色列就 Break up into 南北國 但是呢 在南邊就是 猶大國 猶大國就是大衛的皇朝 那麼呢 就根據《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就 第一章記載 就是由大衛 即是第一個 即是大衛的皇朝的第一個皇 直到是他 耶穌的時候 一共有28代 二十八個世代 換之呢 就是大衛的皇朝 他記載就有28個人 那麼再加蘇羅的兩個人 一共有30個人 換之呢 這個第九章 二十二節也要提的那個 那個桌子 即是那個桌子 即是客人 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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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就是那個 蘇羅是做首位 那麼 因為蘇羅是第一個皇帝 那麼 直到耶穌里呢 只是真正的皇帝 當然 但是呢 就是蘇羅有兩個 大衛就有28個 那麼 加起來 28 加2 就等於30個 那麼 這個應該是這樣 那麼 那麼 那麼呢 說回精華呢 我們就說過就是 拉馬這個城 這個城 就是薩姆爾的家 那麼呢 現在呢 我們仍然是看到那個墳墓 我還為圓icional 一個 hereofchurch機 一個 city 就在一個山字上吱 你會看看呢 你會發現 這裡就是山字上吱 那麼 山字上吱仍然有是3000 大約3000 幾十年 三100年前的那些廢墟 那麼 即是這個傘 那個 是一個 在那個時候就是蘇羅的傘 Nabby Samuel National Park Nabby就是Vinsa 仙芝 仙芝薩姆爾的國家公園 為什麼? 因為相傳知道就是他們的 沙姆爾的祖母 但是也都是他一生 他就在這個省那裡成長 還有他在那裡工作 做過先知的家 那蘇羅在上個 我不是很清楚的 網站 因為Microsoft 或者Google 是不是這麼爽的 我不知道 不過我現在試一下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現在的Google Map 仍然有些什麼 竟然是有這個 那就是 那這個呢 哇 有一萬多的照片 就是那些人很喜歡去拍照 but anyway 我們看看有沒有 那就是Google 仍然是有影 因為呢 拉馬是一個 就是那些帕拉斯林的阿拉伯的市場 但是anyway 這個呢 他們都是很尊崇的 然後even though 這是一個以色列的先知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 細心看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呢 他們在那個頂那裡 他們那時候是 後來有個十字軍的chapel 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呢 就在這裡建了一個教堂 那後來呢 摩斯林就take over 那就將它轉了做 那你看到呢 就是在半山那裡 這個山就不是很高的 那就是半山那裡 所以呢 你看的時候呢 你就明白 薩姆爾的上第九章發生的那些事 那就是一個山仔那裡 那蘇羅呢 就是上山 那就是薩姆爾就在那裡迎接他 那蘇羅呢 就是三千一百年前 大約三千年 三千一百年 因為後來大位的時候呢 就是三千年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 就是 歷史來的 就是不是好像有很多那些驕傲的聰明人 那些大學教授啊 那些說 啊 他們不信聖經的 聖經是假的 這樣說 但是anyway 那些 那些考古的神 就是那些地 那些wearlicks 那些地方 那樣就仍然根本就在那裡 那就是 你不信 就是那些人吃虧 那anyway 我沒有讀完 是啊 那第九章呢 跟著就說呢 他們吃完個餐之後呢 那薩姆爾呢 就叫蘇羅跟他回家 那他們在屋頂那裡 在屋頂那裡呢 就被蘇羅睡覺 那大家就聊了好東西 然後第二天 早一早就叫清醒他 然後呢 帶他去城門 就是在那個山腳那裡 就是那個城門口 然後呢 單獨就跟他說這些 就是薩姆爾記上第十章發生的事 我來讀給大家聽 薩姆爾那亭高尤倒在蘇羅的頭上 遇他親罪說 這不是耶和華高尼 作他產業的君嗎 你今天與我離別之後 在便雅敏境內的薩薩 薩薩 靠近拉結的墳墓 要我要遇見兩個人 他們必對你說 你去找的那幾頭奴 已經找著了 現在你父親不為奴 跨心 反為你擔憂說 我為兒子怎麼才好呢 你從那裡往千客 到你他白的像樹那裡 必願見三個往伯特里去拜神的人 一個戴著三隻山羊膏 一個戴著三個餅 一個戴著一皮帶走 他們必問你安 給你兩個餅 你就從他們手中接過來 那他早上 翌日早上 他送他出城 然後單獨和他 倒在他頭上 按納他 這不是耶穆說 高理作他產業的軍 你注意這個他產業的軍 那個他是神 不是蘇羅 換之蘇羅 就是一個管家 管家 就是管他的產業 誰的產業 是主的產業 因為以色列文應該是主的產業 他的地方和人 那個十二支牌 然後他說 你今天離開我之後 第一件事 你就會去拉吉的墳墓 那裡 就是蝕殺 蝕殺 你遇到兩個人 在拉吉墳墓 遇到兩個人 那他們就會跟你說 你去抓那幾頭奴 已經抓著你 現在你父親不為奴 跨心 反為你擔憂 說我為意志浸我才好呢 這句話很有趣 因為他做了一晚的時候 已經說過類似的事情 然後蘇羅說 不找了 算了 我們回去 因為我想 那個父親會為我憂愁 不是因為那些奴 而是為兒子 蘇羅 所以其實這個好像是三次提過這句話 三次是什麼呢 就說 你找那些頭奴已經抓到了 是啊 但是父親不是為奴跨心 而是為你 就是說蘇羅是跨心 就是 其實 in a way 就是好像 你就看到 就是好像 在 你 在 在 神的 日誌之下 有時候的 預言是經過 那個人 自己的口 有時候的預言 就是 經過 先知的口 但是 也有時候 就是 先知的預言 就是 別人跟你說 It's the same word 就是 他現在已經 說 說 你遇到兩個人 那兩個人 又是跟你說 同 同 一句的話 就是 換句 語言 很可愛 就是 有時候就是經過你的口 有時候就是經過 先知的口 但是 有時候就是經過 你遇到的人 就是 你遇到 那些人 就是三次 那 那 這件事就很特別 那 然後第三次也很特別 他說 原來你撞到 在拉奇墳墓 那附近 那個 涉殺 那裡撞到 那件事之後 另外一個件事 你繼續走 就會在 有棵 像樹 他白的像樹 就是 那裡 你就會撞到三個人 那三個人 一個就 背著三隻 小羊 羊膏 就是小羊 就是小羊 小的羊製 或者一碎那些 通常人家祭嬌的時候 就用一碎的羊 好像 預折的時候 一碎的羊 就是不是太重 是很小隻 很可愛的 那 然後三個餅 這樣就是 一皮袋就走 那這些呢 通常就是用來拜神用 就是在聖經 在 救藥時代 就是 出埃及 就是 創世紀時代 他們就是用這些 餅走 然後 然後他會文安 但他只是給了兩個餅 正在 原來 也很有趣 因為 為什麼呢 如果他本來是拿著餅 是敬拜去伯特利 即是God's house 就是伯特利那裡敬拜 但是他就看到就是給了兩個餅給了掃浪 這些都是預言的 他說你今天就會遭遇這些事 OK 那就anyway 這個當然就是I believe 他後來真的成就了 那這些預言裡面就是他為什麼會繼續走 雖然薩姆爾就告訴他那些揚演運號 但是他就預言你會繼續走 那他繼續走 為什麼去拉結的墳墓呢 那就是繼續走 去拉結的墳墓就是不是去家 如果他就打算說 先知說了已經找到了 爸爸都不優壽了 他只是優你而已 如果是的時候他應該是回家 但是不是 他去拉結的墳墓 拉結的墳墓就是opposite direction 換言之就是他 蘇羅爾好像都不太相信 但anyway 他這裡有提到他有拉結的墳墓 所以他就向那個direction去 OK 就是看一下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呢 換言之很多人聽到預言的時候呢 他們就相信一點 不相信一點 就是 甚至 即是 你知道 他們相信教的 但是他有很多時候聽到 聽到正經說的話 就他們就相信一點 相信一點 他寧願信總統 或者是一個牧師 但是就 not so much 是信神的話 很多時候你不要以為他會說我是基督徒 但是很多時候基督徒信仰的系統 很多時候就說我信那樣 我信那樣 所以為什麼世界這麼多種宗派 就是他們說我信那些絕 我不信那些絕 但無論如何 蘇羅就是向著拉傑的墳墓 拉傑是誰的祖先呢 拉傑的媽媽生了便雅敏和弱神 所以便雅敏 拉傑的墳墓就是便雅敏之派的祖先 換知蘇羅都是便雅敏人 有道特別 因為拉傑的墳墓 在那裡已經差不多九百多年 一千年 因為他不止兩千年 差不多一千九百多年 因為拉傑是雅敏之派的祖先 因為拉傑是雅敏之派的祖先 拉傑是雅敏之派的祖先 他心愛的祖先 所以雅敏之派就是三千九百年前的事 哇 OK 所以拉傑是雅敏之派的祖先 在那時已經是一千年的祖先 在那時已經是一千年的祖先 拉傑是雅敏之派的祖先 他死的時候就生了便雅敏 但是蘇羅就是便雅敏人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墳墓在那裡 已經是九百多年 那個撤殺的地方現在找不到 但是也要說是近拉傑的墳墓 那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這件事當然是真的 在聖經裡面說的東西很厲害 但是我給你看看 大約是兩三百年前 他們就仍然是看到 看到就是 這個是一千九百幾年的時候 他們畫的那些公仔 就說拉傑的墳墓 就是擺放在一個建築裡面 然後呢 現在這裡看就是有些picture 就是因為現在是那個地方 百里行附近的 那個百里行附近就是 這個墳墓就是他們那些 那些建聖的猶太人就在裡面敬拜 因為他們很喜歡走去那些 聖人的墳墓那裡敬拜 他們因為祈禱的時候 他們覺得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不是很親 就是和神不是很親 他們不敢叫神的名字的猶太人 他們就寧願是用一些替名 就是代替的那些名字 就不敢叫God 或者不敢叫耶和華 他說怕神會罰他們 所以 但是他們 因為這個原本就是好像世界的宗教那樣 走去之後就是那些聖人的墳墓 很多 拉傑都當是聖人 那些人的墳墓 離開現在差不多三千九百年的歷史 那我給你看看 Google Map 又有的 你可以找到Rachel's tomb 看到嗎? Rachel's tomb 其實就是離開百里行 就是百里行城的外面那裡 Rachel's tomb就是這裡 看到嗎? Rachel's tomb 那就是 我通常就告訴別人 這裡附近就有一間Chinese 又叫做Tai Chi Chinese Restaurant Tai Chi Chinese 兩個Dollar sign 就是那個價錢 那就離開不太遠 因為這條路 這條路就叫Hebron Road Hebron Road 這裡附近有個聯合國的 那些難民營 因為他們 Well long story 就是以色列和本地的阿拉伯人 就有很多賊地 那些有些人就進入了難民營 But anyway 那這裡就看到 就是呢 就是呢 正說呢 就有很多那些男人 那些天性的猶太人 男士 然後就去那裡擺那些 他們的祈禱 他們寫了他們的祈禱 就說 誰進哈佛 兒子需要醫病 或者是誰生寶寶 或者之類之類的 那他們寫了那些祈禱 然後就去墳墓了 但是因為這個是女性人 女性人 女性人 Rachel是女人 來的 所以呢 我想他們有Ladies Night 就是呢 說 哦 哪一天哪一天 就是女人可以去 這樣 讓他們也可以寫那些 祈禱的那些字 可以擺在那個墳墓 那裡 希望呢 那麼 Rachel聽到的時候 然後就說給 天上的神聽 oh well 原來這些都是 原來的 是歷史 如果 我們繼續 anyway 因為呢 我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那 這樣呢 那 那 涉嫂這個東西呢 剛才我們看到的 就說涉嫂 那現在已經不知道那個地方了 但是知道離開 離開 拉傑的墳墓 就是很近的 可能一個村 或者一個地方 涉嫂 這個就是涉嫂 那涉嫂呢 就很有趣的 那 那為什麼我說很有趣呢 因為呢 它是對稱的 就是呢 後來蘇羅 做了皇帝 是幾十年之後呢 然後呢 就 也就是 他的兒子 做過皇帝 那 就總共都是幾十年 總共 大概 40年 那 然後呢 那 就是 long long time afterward 就 一會兒我們會講那個故事 就說什麼呢 蘇羅那個屍體 就是他的屍體沒有埋葬 就是他什麼 沒有properly 沒有properly埋葬 然後呢 就 後來呢 就是 等到大衛呢 就很久很久 在大衛王朝的時候呢 原來伊斯蘭 有幾十年 一日 long time 然後呢 大衛呢 就幫他埋葬一個地方呢 就是Seller 一個蝕殺 一個Seller 一個Seller 一會兒我們會看那段經文 那就是 埋葬在哪裡呢 就是他的父親那個 有個那些 山洞 他們通常的 那些墳墓都是一個山洞 那就是他父親用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Seller 一個Seller 但是呢 就turn out 那個meaning 就有點不同了 因為為什麼呢 Seller Seller 就是這四個字母 就是這四個字母 那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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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靠公義呢 他們try to learn 那個righteousness 就是想說 學那個公義 得到公義 但是呢 那個righteousness 就去不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在美那裏呢 就有個war 這個是代表war 那呢 那呢 就是換句呢 蘇羅 沒錯 給他做王 那就是 蘇羅的方法呢 就是靠自己 靠自己的公義 靠自己的拳頭 那但是呢 可以不可以呢 不可以 去到晚尾的時候 就有個牆擋住 那但是Seller 就不太同 Seller就是 就是 雖然那個spelling 就類似 但是呢 就說 頭兩個就是一樣 righteousness learn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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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你不是有個牆 就是有個 可以眼看得到 可以得到 那就是說 就是說 換句呢 他埋葬了他的屍體之後呢 那大衛呢 之後呢 就可以 就是聽 神就聽禱告啊 就是 有順利啊 那些那些 那這個 是不是只是舊約這樣說呢 不是 在新約那裏呢 就有一段經文 就是類似的意思 就說呢 就是講 有太人的 或者以色列人的信仰 那就是 羅馬 羅馬書第十章 那我讀給大家聽 OK 但是欺瞞我心裡所願的 向神所求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 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 想要納自己的義 就不服神的義了 律法的總結就是 基督使凡信他的道得著義 那這裏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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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羅 寶羅自己 好 講開寶羅自己 都是 第一他是猶太人 第二他是便雅文人 原本的寶羅的名字 又是蘇羅 但是呢 那時候蘇羅呢 就是 想說 是 逼害 殺那些 基督徒 殺基督徒 後來呢 就 主呢 就叫他 就信了主 長話說 蘇羅呢 後來改了名叫 寶羅 寶羅 寶羅就寫羅馬書 所以呢 他的心呢 其實是很想那些 以色列人得救的 大臣呢 就叫他做外邦人的仕徒 那 然後這裡就講了幾句話 很簡單 就說 他們沒錯 是 向神 有熱心 他們很熱心 很堅勝 但是呢 就不是按著 the truth 不是按著 真理 就是那個熱心呢 你不是按著真理 就是宗教 就是你可以 什麼教都好 你熱心 但是如果你不是信的 是根據真理 就是根據 那麼 那麼第三次呢 就說 因為呢 就是不是 是不懂神的義 所以呢 他們就用自己的拳頭啊 自己的能力啊 自己的方法呢 來追求神的義 但是呢 其實是自己的義 自己的義呢 就是不服從神的義 因為神的義是怎樣的 神的義呢 就是 就是要律法有結束 那麼呢 就是信基督 就得著義 你信基督呢 你就得著義 那麼呢 就是 就是說換之 你不能夠靠律法 那猶太人 他們就很虔誠 但是他們是靠律法 那麼呢 很多宗教也是靠律法 甚至很多基督 天主教 都有很多 是講律法 就是呢 他們 他們說 我們 我們是信耶穌 不過呢 我們要很虔誠 你知道 舊約我們都守著的 你跟我啦 我教你 你知道 你入我的教 或者去我的教會 這樣呢 我會教你 這樣說 就是換之 他們 他們仍然是想說 高舉的 舊約 高舉 高舉 高舉的 原來 old contract 他說 我們 我們兩本 我們舊約 新約 我們都守的 我們 我們這樣守 等其他人看到 我們是 摩 是聖結 過人 摩 是 牽制過人 我們是有很大的熱心 保羅說 他們有熱心 但是他不是根據真理 他說真理是什麼 就是第四節 就說 我們 就是靠基督搞定了律法 靠基督搞定 就是 就是 結束 就是 基督幫我們守 基督幫我們搞定 然後 你信基督 你就 有 有 得著義 你就是 有著的義 換之 你不能夠 兩味 你不能夠守宗教 有很多人 就是去教會 教會 那些領袖就是 講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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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宗派 有很多人說 我們中派是對的 他們很熱心 很熱心 但是就不是這樣 對 那 我們又說回 他有一個預言 那天就成就 就說 他去完拉基的群毛 撞到那兩個人 講到他講三副皮 三副皮 這個第三次 那時候 那些也是真的 這樣講 然後他們就去塔伯 就不是那個地方 而是破樹 那塔伯樹在哪裡 這樣講 你聽到塔伯的象樹 是很普遍的 現在的約旦國 約旦國就是以色列國旁邊 那約旦國就是 這裡就有個塔伯的樹 那是塔伯的象樹 塔伯的象樹 就是很普遍的 因為為什麼 約旦的National tree 就是整個個世界 各個國家 它很流行 這個是我們國家樹 好像黎巴嫩 就有個西伯 是一個松伯樹 然後約旦就說 我們有塔伯樹 換言之 塔伯樹是他們種很多的 就是通街都是 Anyway 那個主題就是 他們在一棵塔伯樹的下面 或者附近 然後就撞到那三個人 但是呢 那段經文呢 有兩個translation 不同的翻譯 不同的翻譯 就是我們剛才看 就說是像樹 塔伯樹 但是呢 是在那些 舊一些的聲景 好像King James那些幾百年前的翻譯 他們就不是說 樹 塔伯的象樹 而是塔伯的平原 平原 平原就是平原 那所以呢 其實就有兩個translation 是不是其中一個不對呢 是不是那些translator假呢 那原來呢 我上學的時候 其實兩個都是真 那那天它撞到的 就是塔伯樹 OK 那就容易啦 就是它總之撞到 有這些人物 還有它旁邊的時候 就有這個 塔伯樹 OK 但是呢 平原呢 turn out都是真 平原都是真 但是呢 那個不同呢 就是什麼呢 平原呢 就是因為離開了一百多公里 所以它如果沒有路仔 它說不見了那些路仔嘛 所以它可能要走啊 那一天之內就不走到那麽遠了 就是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 那那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呢 就是啊 那個King James 那個就是 舊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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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New King James King James 那個舊本呢 就是在平原那裡 actually turn out 就是它死的那天 它死的那天 那你說 你在那裏作故事 它死的那天都知道 哇 不是我說 它是聖經講 是它死的那天 那我就讀給大家看 那呢 那就是說 換之呢 它 我們呢 就提到蘇羅 他一生呢 就是 是以色列第一個王的四十年 那呢 就照理呢 就應該都幾好啦 是不是 就是它 神簡選它來做 做看簡 就是 做個 property manager 就是管那個國家 因為那個國家當然是屬神的 是它的殘業 就是天父 就是野無話的殘業 那 但是呢 就我們看到呢 就是很多細節呢 就是在蘇羅的一生 又 從未做皇帝之前 直到 他死的時候呢 他做很多事情呢 就是 是被人看 就是很 就是很醒目 然後 他已經是英俊了 他還有出生名門 就是他家裡有家產 他 原來就是 他是家裡 出名的用事 又高大 高大帥 中國人好像說 就是 就是很有錢 又有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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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就是 照理呢 就是 所有的 以色列的女人 都應該說 哇 很崇拜他 但是那些男人 都 都覺得 他應該做皇 但是他的行為呢 就 就 甚至 實際上 他 有 身心啊 照理呢 就是很好的事 這樣說 但是呢 它 就 就 不看著 他 就 很多 我們 就 我們 知道 我們的 肉體啊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生活啊 生命啊 我們 不得 不乾淨 是啊 連以賽亞都說 我是不潔的人 我又是不潔的民眾出來 那所以 你不要以為說 他們是以色列人 他們懂得講希伯萊華 他們懂得念了整本《賢文的聖經》 很厲害 這樣說 但是他們和我們都是不潔的 我們每個都需要耶穌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後來就是那個預言 那個預言就是他在地上當了皇帝 四十年左右的時候 就是第28章 有這些故事 Anyway 都照讀 那一天死亡之前 他就是和菲利斯的軍人擺陣 我現在讀給大家聽 《蘇羅漢見》第28章 第5節 《蘇羅漢見》菲利斯的軍隊 就懼怕心中發展 《蘇羅》求問耶穌華 耶穌華他不值夢 說污靈 說才會踏踏 《蘇羅》吩咐神伯說 當為我找一個交貴的婦人 我好去問他 神伯說在忍多爾 有一個交貴的婦人 《蘇羅》跳下去 十九節 並且耶穌華必將你和 以色列人交在菲利斯人的手裡 另日你和你眾子 必與我再一處念 《蘇羅》猛言扑倒 挺身在地 因薩姆爾的話 甚是懼怕 那一就一夜沒有吃過 吃什麼就毫無欺利 故人急忙將家裡的一枝肥牛軸材料 然後拿臉轉成無敲備的考念 擺在蘇羅和他博人面前 他們吃完當夜就拿起兵器 就起身就臉 這樣蘇羅 第31章就說了一句死 蘇羅和他三個意志 與那他兵器的人 以及跟隨他的到日同死亡 那這裡裡面的細節 其實就是四十年前 他被幹立的那一天 我的預言就死了 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有兩個翻譯 有一個翻譯 一個翻譯就是他那天案立 那天發生的事 一個翻譯就是什麼 他呢 就是他死那天的事 他死那天在哪裡呢 就是塔巴平原那裡 然後他撞到三個人 然後三個人就carrying three kids 那另外那個就是三隻羊羔 但是three kids also是三個兒子 那三個兒子什麼意思呢 下去敬拜 那就是說那三個人是死的 ok 然後他給了兩個餅 然後剩下一個餅 還有一個皮袋的籌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就是他後來是 撞到呂母發生的事 因為為什麼呢 他去找那個呂母 就是在忍多爾那裡找嘛 那然後呢 然後呢 找他做什麼呢 就是想說叫他潮 薩姆爾那個ghost 潮薩姆爾的ghost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害怕菲利斯人那些兵 所以他怕死 所以他就想問薩姆爾 其實那時候薩姆爾已經死了 已經撞到在拉馬 但是他呢 就寧願犯法 他寧願犯法呢 就是因為他是宗教 他不是真的信主 他信一點不信一點那些 他呢就是 他就是明知道犯法的人 不合神 主心意 他仍然呢 就叫呂母來找那個 薩姆爾在那個墳墓那裡出來 在那個墳墓那裡出來 所以呢 換言之呢 他那個語言呢 是兩個translation 就是兩個語言 but the same passage 就是那個language 很有趣 就是說呢 即是說呢 即是 even allowed 就是multi-level的 meaning multi-level的meaning 有些人說 哦 這些不合神真意啊 那些解經法不對啊 解經只是准解一個而已 這樣說 嘿 你是人啊 但是聖經是神的話 OK 所以呢 就是你沒有資格 是和主在爭吵 就是用地上的解經法 我知道我那時候 在Berkeley讀書的時候 我感激主那時候 有個好 有個教導 就是先生 有個導師 就是他教我們這些解經法 那些都是 原來幫我 有一個增長的 有一個智慧 但是呢 我發覺原來呢 那些地上的解經法呢 是仍然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是要用熟靈的眼光 你understand 我知道 就是他們就是反對熟靈 spiritual的東西呢 它說 哦 你不知道是不是訓練或者騙人 OK 那你就是 你的腦就是你的limit 你知道 因為為什麼 那些在Berkeley畢業的 或者是 你懂得到教授啊 你懂得到博士啊 那些地上學位那些 很多時候 他們就是 怕死了 就是他們的腦 就是他們相信很多 他們不相信其他東西 但是呢 我看到這裡 其實就是很清楚 因為 神是 Almighty God 是大能的神 那所以呢 你如果你想限制 聖經裡面的話的時候 你的信仰呢 就是 就grounded grounded 就是你飛不起的 飛不起的那些 沒有什麼用 因為為什麼 你不是 是canon 你不是spiritual OK 因為 靠血肉的 血肉體的 血氣的 那些 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 就是 是被聖靈的 開你的眼睛 祝福你 你知道 比你越來越是 就是 看著 親近著 知道著 是很厲害的 就是不是 那些 你的牧師都認識了 或者你的神學院都厲害了 OK 有個 有個神學院的教授 很出名的 叫Hengrin Howard Hendricks 他有一萬個神學生 但是 他說 他說 我其實是一個 Garley slave Garley slave 就是說 他運在船下 在那裡 撐艇那些奴隸 那些奴隸 Well I guess that's true 你知道 他認 但是 如果你想想 那些神學生 那就是 他們教那一萬個 學生 那些 很有名的牧師 那些 他們個個個都是Garley slave 你知道 因為為什麼 他們只是用人的腦來解經 我不是說他不得救 我說他是得救 他很欠虛 但是他是靠 就是好像摩西那樣 就是靠 舊約的 所有舊約的先知 是幾大都好 就算是施勢若干這麼大 仍然是小的 是那個 Kingdom 裡面最小的那個 這個是主角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mother mother mother 就是他們是血肉生的 就是舊約 那些人守舊約 或者講舊約的那些人 他們是Garley slave You know But anyway So What happened 這個就是他死的 就是 蘇羅王死的地方 這裏叫Mount Temple Mount Temple 這裏呢 就是尹多爾 尹多爾 尹多爾就是他找旅務的那條村 尹多爾就是 尹多爾 尹就是Spring 因為為什麼他們 他們在有泉水的地方 他們一定有個村 所以呢 現在換了不同的 魚龍時代 換了三千年 那仍然有個村 叫Aign Door 就是那時候 他要找旅務的那個村 那就是打仗呢 就是Mount Temple的旁邊 這個就是他的平原 那個平原就叫Mount Temple 就是 這裏65街 Highway Highway Lawn 那就是basically 那個戰場 那裏 因為Table就是Mount 隔壁就是Plain or Table 就是在這裏打仗 那但是他找鬼呢 就是Andor 那就是同一天發生的事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猶太人的日子呢 就是日子呢 就是先是夜晚 夜晚然後是日頭 那所以呢 那他們打仗呢 就是日頭死了 那然後呢 就這裏說呢 就說他有三個兒子一起死 三個兒子一起死 還有呢 一會兒我再告訴你 一看其他東西 他呢 就是At the time 就是給了兩塊餅 那就是你發覺呢 兩塊餅是不是好啊 就是應該有三塊嘛 他就給了一段 那就是turn out 兩塊餅就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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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例子 就是好像是由大 就生了三個兒子 然後有兩個兒子就死了 兩塊餅就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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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是 那就是 就是 就是救藥呢 就不是 就是可以幫人得救 就是 所以呢 那裡面那些記載呢 就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牽連 那些記載呢 還有呢 那個女毛呢 那個女毛呢 那個字呢 就turn out also means 就是那個字 medium 就是 OB OB 就是 就是找鬼的人 Nicomancer 就是找鬼的人 就是 有人知道她是照鬼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那個 那個 因為 它 basically有個 那有沒有給她 沒有給她 但是為什麼 在那一天的 那個prophecy裡面 有提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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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毛呢 就是 那就是 Saint spelling Saint word is the same word OB 為什麼呢 我找了一下 就說 為什麼她叫OB 原來 就是那些 Wineski 裡面只裝了一些粥 因為那些粥是發酵的 所以呢 它會 出那些聲 就一直走 然後 它好像放屁 就有些聲響出來 因為它在酒裡一直在發效 所以它久不久就會發出噪音 就像呂武 它在找招手做一些mantra 講一些話 叫鬼出來 所以那個希伯內智就是很聰明 就是叫奧比 或者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 就是那個聲音就像奧寶那樣 但anyway 它是很有趣 I leave it to you to point on it 還有一件事情 蘇羅 蘇羅出生後就給了父親或者母親 就給了他的名字叫蘇羅 原來是同樣的字 是同樣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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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陰間 換言之蘇羅的名字一出生就已經不太好 但是這個聲經很輕用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turn out 就是他們不知不覺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用那些名字 但是聖經就put together 就是even在它人名 或者timing 或者是什麼呢 有很多那些是spiritual的meaning 就是說蘇羅就不是大衛 蘇羅就是陰間 大衛是什麼? 大衛是beloved 大衛就是beloved 所以呢 所以呢 蘇羅的王朝就是短的 還有就是religious的 是靠自己的力量 就是代表好像夠弱的life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呢 就大衛王朝呢 就是由蘇羅沒有了之後 那之後呢 有兒子做了王 但是不是too long 那跟著呢 大衛做了王 那由大衛做王之後呢 就actually是直到永遠的 因為為什麼呢 耶穌呢 他仍然在體事錄那裡 直到最後那裡 最後兩個chapter呢 你就看 就是說 他是大衛的祖先和後代 大衛的祖先和後代 因為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呢 就說 好像一個盲眼的 巴底馬 就說 Jesus son of David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大衛的王朝呢 就代表永遠的王朝 一個longlong的王朝 因為他主要用他來show 他是和人 神和人呢 就是結合 就是做一個 我們 做神的兒女 做神的家 就完全是因為耶穌 所以這樣就是主 OK 但是呢 蘇洛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為 因為他是第一個 以色列王 因為呢 first is last and last is first 耶穌很多次說 但是他沒有解 我也沒有聽過 牧師的解答 too clear 因為很多人都不太懂 這些東西 對不起 對不起 耶 所以你看看 就是那個 concredence 就是 Strong 這樣說 就是Solar 其實他就是隔離 隔離 就是那個牌子 一個是7585 一個是7586 7585 就是Shield 7586 就是So 就是他的音 或者讀得不同 但是他的Solar 就是同一本《聖經》 如果你的《聖經》 就應該有牽連的 OK 所以你看看 陰間和蘇洛 是同一本《聖經》 是同一本《聖經》 所以 因為這些 unfortunately 他們很多神學院 不相信什麼 因為他們說 我們是信英文《聖經》 我們不是這樣研究的 這些方法不對 他們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就不懂了 因為他們覺得主是有限公司 他覺得耶穌或者《聖經》 是要用人的腦來解釋的 就是說他們是Carno 就是血氣方剛就是這個意思 血氣方剛就說他們靠人的腦 人的認識 人的understanding 來解釋 這樣就限死了 我不是說他得不得救 原來很多人是信主的 或者在神學院畢業的 或者是做教會領袖的 他可以是得救的 但是他只是信部分一 他只是信部分一 其他部分二 至於部分二 至於部分二 他們不信 因為為什麼他說 我的教授不是這樣教的 所以 這個真的是很論盡 那我就說 後來 後來我們不是說 Seller 就是我們說 為什麼那些Christian 仍然suffer 你譬如信了主 為什麼那些Christian life 仍然很多 很不行 這個就是 在薩奧爾忌後 就有過這樣的故事 應該大衛做了皇帝之後 應該就很好 越來越好 樣樣都順利 平安 但是不是 他21章 三好二記後帝 21章 就是大衛做了很久的皇帝 很多年 我不知道幾多年 幾十年 未必 他仍然有出事 出事 就是說什麼 因為素羅以前的邪惡 以前的罪 就是在舊約的時代 他們如果沒有搞清楚那些罪 仍然可以追回 因為為什麼 聖經說 主說 就是我要 Visit他們的罪 直到三、四代 三、四代 這個是舊約 就不同耶穌 耶穌就說 新約就說 就是說 I will you know condemn I will not condemn me anymore I will forgive their sins I will forgive their sins you know because you know his righteousness so 我們之所以是做神的義女 就是因為我們的罪得洗淨 得赦免 所以跟舊約不同 舊約是他記仇的 因為舊約是律法 律法就是說聖經講的東西 Anyway 這個我讀給大家聽 在《撒母義記》下 第21章我讀給大家聽 戴衛年間有饑荒 一年三年 戴衛就寇問耶穌話 耶穌話說 我能向他們起誓 不殺滅他們 蘇羅卻為以色列人和猶大人 發熱心 想要殺滅他們 但為王照了他們來 問他們說 我當為你們這樣行 可用什麼屬者罪 使你們為耶穌華的產業祝福 即便人說 我們和蘇羅與他家 並不關乎金銀 也必要因為我們殺一個以色列人 大衛說 你怎樣說 我就為你怎樣行 他們對王說 那從前無害我們 要滅我們 使我們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內的人 現在願將他的子孫 七個人交給我們 我們好在耶穌華面前 將他們願跨在耶穌華 簡選的蘇羅的基比亞 王說 我必交給你們 王因為曾與蘇羅的兒子 約拿丹指著耶穌華 喜世結盟 就愛識蘇羅的孫子 約拿丹的兒子 米非波切 筆交出來 將蘇羅和他兒子 約拿丹的鞋骨 藏在電雅門的細拉 在蘇羅夫親基士的墳墓裡 眾人所行了王所分布的 此後神遂聽國民所求的 這裏有幾個屬靈的教訓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守舊約 你是守律法 好像蘇羅那樣守宗教 那時候 那些律法 仍然是劇 過了很多年 三四代 仍然是神 仍然要追回 仍然要追回 所以 他整個大衛的王朝 整個地方 都由饑荒 不僅是饑荒 三年 一連串三年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審判 所以 當大衛問耶穂 你知道 雖然大衛在那個時代來說 已經是追求恩典的 他不是追求律法 too much 但是仍然是under律法 因為為什麼 他那時候還沒得到耶穂 救贖 原來他們有很多事情 滅聖牛 這個就是一個律法 所以anyway 他們過了很多年 仍然是罪犯 這個就是 講說舊約 或者守十戒 舊約的人 他們以前的祖父 或者是祖先做過的罪 仍然要追回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是順身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看到蘇羅 原來他是有種族歧視 他歧視的就是外邦人 就是阿摩利人剩下的機辯人 但是之前約書 已經搞定了 已經立了約 所以阿摩利人 那一生的支派 幾便人呢 雖然不是在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但是呢 已經是接受了 神已經接受的那些人 他們這麼大膽 蘇羅就走去要殺他們 要撕住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哄以色列人和由大人 換之蘇羅是有種族歧視 以色列人那時候是有種族歧視 有大人是有種族歧視 那你可以明白 所以現在教會仍然可以有種族歧視 那哪些教會是最大的種族歧視呢? 就是他們仍然守律法的人 他們說信耶穌 如果信耶穌100% 他們就不會有種族歧視 因為為什麼耶穌赦免祂的罪這麼大 他們也不會是恨其他那些人 就算是不同種族的 都是神的義理 都是神的義理 但是你就發覺那些宗教國家 或者那些宗派 他們有種族歧視 就是因為他們仍然想守十階 守律法 守舊約 因為這樣的時候他們就好像保羅說 就說他們越是守舊約 或者越守律法 守摩西律法 他們就越多罪 越多罪 OK 就是那些罪很有趣的 他們自己會bubble 就是他們 因為你是信耶穌的時候 你就是聖靈 越望是主耶穌的話語 然後你就越是聖靈就在你工作那裡 你就會有self control 你就會有很多屬靈 你可以飛 你就是越來越像耶穌 由恩典去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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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怎麼 就是這個是屬靈的 這個是spiritual 就不是好像那些中派 就是猛在那裡說的律法 或者是 然後他們終於展示出來 他們就是很大的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是一個罪 OK 就是他們的racism是實現的 但是你就看到很多中派有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你不愛我說 就是我覺得美南浸訊會 是美國最大的中派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美南浸訊會的歷史 第一次1845年他們開會的時候 1845年那時候所有的牧師很多有黑奴 有些有六十個黑奴 有些有幾十個黑奴 他們就說其他北方的浸會就說 你們如果是牧師不應該有黑奴 你應該放了他們 但是他們說不行 他們是救藥聖經允許我們的 他們是救藥 因為這樣緩故呢 1845年他們開了一個叫美南浸訊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就是1845年第一次 然後呢 然後呢 1861年呢 就打南北戰爭 這個戰爭就很慘彈 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但是呢 北方贏了 就是聯邦政府贏了 他們是南方 這樣就輸了 所以那些黑奴就得解放 但是他們解放了 但是他們的中派是怎樣的 那中派呢 仍然是美南浸訊會 他們心裡面仍然是種族歧視 所以呢 但是呢 原來呢 由那時候是1861年 1645年 那樣是南北戰爭 黑奴解放之後 他們仍然在南方那裡 很多種族歧視 3K黨呢 就是美南浸訊會裡面出來 OK 他們當然不認 不過我告訴你 因為他們的心態呢 就說 哦 那個問題是 是因為舊約 舊約 所以呢 你看看 蘇羅 蘇羅他怎樣 他要哄那些 以色列人和猶大人 他發而生 所以呢 甚至呢 就是要殺那些阿摩利人 但是阿摩利人神已經接納了 以色列人全起了 但是呢 不算數 所以呢 過了幾十年 那些人入了大衛的朝代的時候 仍然是這件事 是受到審判 那哪些人是放過呢 就是約拿丹的 約拿丹的兒子 約拿丹的兒子是什麼呢 就是真是神的恩典 就是因為 約拿丹就是Picture of Jesus 沒錯 約拿丹是蘇羅的兒子 但是呢 約拿丹就好像耶穌那樣 是神的恩典 是人子 OK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看到蘇羅呢 就 on one level 就是代表世界那些 那些 就是那個 mankind 那呢 就是on one level 就是代表 mankind 所以呢 大衛呢 就代表什麼呢 就是 天神 那個父神 然後呢 蘇羅呢 就代表個 religious will 或者代表那個mankind OK 就是代表九弱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看到的就是 宗教 不能夠救人 那個mankind 自己不能夠 靠律法來救人 不管你是什麼宗教都好 不救到人 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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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約拿丹的後代 就是得到拯救 所以呢 約拿丹的兒子 就是 就是得到幫助 不用交出來 因為約拿丹呢 就已經 跟天 就是 God in heaven 又跟人子 神和命 已經立了藥 所以 他的後代 也都是 得到 是 報仇 那 剛才我們又看到了 又說回 剛才我們看過 就是 Selsa 就是 他那天 安納那天 他去到的一個地方 就叫Selsa 那就是那裡 但是呢 裡面就說 他是靠自己公義 靠自己公義 好像羅馬書 但是第十章說的 但是呢 不行 所以他是短命 蘇羅的王朝是短的 還有呢 不是很好 還有經常很討厭 因為主不和他 不理他 主不理他 他的祈禱無效 然後Selsa 就是 就是大蘇羅的身體 就是他死了的屍體 就是long time 但是呢 後來呢 就將他 在大衛 就將他埋葬 將他埋葬了 接著呢 那些 他們的託告 就是以色列文的託告 就有效 看到嗎 這個女孩 就是說 她的鞋骨 就撞在那裡 那裡 就是基氏的墳墓 就是那個山洞那裡 那裡 然後呢 他們這樣做之後 神就隨聽到 那就是說 換之呢 就是 那個問題 就是 當個人的公義 就是搞定了 就是我們清清楚楚 不是跟舊藥 是跟新藥 那時候呢 就是很爽 那我再給多個例子 就show 那呢 就我剛才提過 蘇羅的父親的名字 就叫Kish 有些有K-I-S-H 或者K-Y-S-H It's the same thing Kish OK 那 我記得他們 你走去Costco 或者哪裡買東西的時候 就有些好像那些 一個盤那樣 就是他買了一些Kish 那樣 就是 Anyway 他聲聲 那 這個Kish 就是他爸爸的名字 Kish 就怎麼來呢 Kish 就有三個字 Kut-Yok-Shin Kut-Yok-Shin 那這個字呢 就很奇怪的 就跟呢 另外一個字呢 就是Holiness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一個呢 就是靠中間隻手 Yok-Shin 就是人手 所以它是最小的 一個letter 就是一個commer 一個small commer Elevated commer 就是好像人的手 就是呢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想 你想是聖結啊 這樣說 OK 用手啦 這樣說 那就行不行啊 你用手就 Not so good You know 它是一個小的手 但是Holiness 就是怎樣呢 Holiness 就是Kut-Yok-Shin 那就是說 換句 你想說是 Come to God 就要找個大門口 大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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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Door Hinge 就是說換句 誰是Door Jesus說 I'm the door 所以這個Holiness 是怎樣呢 就說 你要靠 耶穌開個大門 開個大門 那你就 很容易 是 能夠聖結 因為為什麼 耶穌幫你搞定 幫你搞定啊 OK 所以那個Holiness 他生個兒子呢 就叫做墳墓 哈哈 Well But anyway 主 多謝你 所以呢 我將它再 compare 就是說 Holiness By the hand of God 就是Kish Holiness By the door to God 就是 True Holiness 是的 可以收open door 所以主耶穌 用他的身體 開了他的棚 I mean 就是他那個well 就是他有個膜 那個膜呢 就是把他開了 我們現在 所以呢 就是可以 直到耶穌 就是寶座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有些什麼 叫做Holiness unto the law 就是呢 那些祭司呢 他要戴這個金牌 在那個額頭那裡 那就是 Kod Dalashin 即是 Holiness to the law Yahweh Kod You know Kordash Lamed Yahweh 就是 Holiness to the law 所以呢 但是呢 這個呢 就很多人不相信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那些牧師啊 或者那些教會 他們呢 就說 哦 我們要聖結呢 又怎樣 我們要天天 念經 天天 四點鐘 起床 就好像神學院那樣 那樣 或者我們要這樣 那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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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隻手的 用隻手那些呢 就是 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 Kish Kish 就是用隻手 就是靠自己的公義 就是 就好像羅馬書第十章 講的 以色列人 他們靠自己的公義 他們很熱心 但是呢 就是not based on 真理 他們熱心無用 就是你們宗教有很多佛教徒啊 或者是很多那些道教啊 或者很多好人的 是真的 很impressive 你知道 他們take care of那些狗啊 take care of那些人啊 你知道 就是整啊 你知道 就是很多 用很多錢啊 你知道 開很多的出名的醫院啊 但是呢 他們是用人的手 想得到 祝福 這個呢 就不是 不是 神的方法 因為呢 神呢 已經預備了製造了我們的 宿罪高漲 所以呢 所以 我們不是靠律法 我們不是靠律法 那這裡呢 就是講呢 如果你去 以色列呢 有個描詩人呢 就擺了一些死海骨卷 這個死海骨卷呢 這一卷呢 就是很小的字的 如果你看到這裡 有些centimeter 那為什麼這個是這麼小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這個呢 它是一個 一個 它本來呢 就是寫了很小的 然後它 擺進那個 前面的leather box 擺進那個leather box 擺進那個leather box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呢 他們呢 就是 就是想著呢 就是念十戒 古時候 念十戒 那就是 應該是 more holy 但是呢 但是後來他們改了 就是一千年 過一千年呢 他們改了 因為他們拉比 聽到那些 信耶穌的人 信耶穌的猶太人 他們呢 就說 你 你是 念十戒的時候 你是在那裡走自己 那他們說 啊 是哦 那 因為你搜不搜到 搜不到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他們heretic 就在那裡 暗暗沉沉 就說 不要啊 就是你念我 所以呢 所以他們 過一千年 maybe or even longer 就不再擺在 它的 它的額頭那裡 不再擺在它的門尾那裡 不再是 天天念 OK 或者久不久 一年一念一次 I don't know 但是呢 就是不再做 為什麼 沒有人這麼笨呢 就是拿那些救藥在那裡就自己 因為那些救藥是 是神的物來的 所以呢 你 你是那些州啊 州政府啊 擺在那個門口 那裡 是講十戒的 什麼意思呢 那你一看的時候 哇 原來他們裡面這麼髒 十戒在那裡指 就是一個鏡來的嘛 就是展示給你看 你髒 OK 所以你要耶穌 但是呢 他們特意擺在那裡 所以 是啊 那裡的那些 天和地那裡的那些 天使啊 還有那些 那些 魔鬼 他們說 啊 那些人自己就自己 那天和地 都judge那裡的那些 那些宗教 那些 宗派那些 宗教領袖 那些蒙茶茶友 也知道 那些好 那些狂配 在旧約那裡 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影片 我知道 很多人不看 因為 他們覺得我是 說謊 或者我 吹牛 这个是真事 就是阿们在旧约不是祝福 在Torah里面 所有的阿们 是Come with a curse 在Torah里面 所以这个就不同新约了 因为新约就是有耶稣的 就是祝福来的 所以阿们就是祝福 因为你有耶稣就是真的祝福 如果你不是根据 你只拿一条锁匙 然后撞在墙上 你上开门 那不是门口的时候 你进不去 你只拿着锁匙 你有锁匙你都进不去 你要锁匙要摆在对门口 然后click一声 然后才进去 所以新约就是阿们 因为耶稣就是阿们的主 但是旧约阿们 就是阿们就祝福 在那个Torah 就是摩西语经里面 所有阿们就是 各个一支经文都是有 所以我刚才就说了 就是说他们现在 就不再念十戒 就是成千年没念 所以那些人在那里念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那里奏自己 那么就 所以你就看 你就知道就是素罗 素罗就是本身不好 他是坟墓 所以后来呢 素罗就出了一个 就是保罗出来 新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素罗就是变雅敏人 第一个变雅敏人就是变雅敏自己 就是那个儿子叫变雅敏 那么他是怎样呢 他就是那个拉茜的坟墓 拉茜的妈呢 他就来死的时候 就是在三十五章里 我读给大家听 他将近于死 你灵魂要走的时候 他就吸他儿子起名叫变雅敏 他附阵他就吸他儿子起名叫变雅敏 那么呢 这个人们不知道呢 变雅敏有两个名字 一个呢 就是临死的时候 他妈给的 他妈呢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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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好痛苦 因为他知道他会死 那么呢 他就说 我儿子的名字叫变雅敏 那么变雅敏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 是Solo Main or Solo You know It's not a good name 就是因为妈是就来死 所以他觉得很凄凌 那么所以呢 他叫个儿子的名字叫变雅敏 但是呢 他父亲呢 就入来了 平时呢 他们的通常是个妈给名字的 但是今次呢 他说不行 他说呢 他是变雅敏 他变雅敏呢 就说什么呢 就是 他是 son on my right hand ben ben 便就是 ben 就是身 那么意思 雅敏呢 就是 right hand right hand right hand 所以便雅敏呢 就是身上了 right hand 所以呢 便雅敏呢 开头的名字呢 就not good 便我来 Solo 但是呢 他父亲呢 就是好像代表天父呢 就是和他改了名字 就叫Benjamin 那么这个呢 就是后来 素罗那个支派 他们的 什么 那么呢 在四十九章呢 就 雅各 临死之前呢 也都有个预言 预言呢 就是说变雅敏族 就是说什么呢 在末世 末世 last days的时候 就是那个字 那么呢 变雅敏呢 是一个什么呢 施略的狼 早晨要吃他所造的 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那么就是说呢 变雅敏呢 以前呢 不是很好 在旧约里面呢 变雅敏呢 就是好打好杀的 是就是很厉害的战士 他们两只手都可以射弓箭 还有呢 他们一个人可以打 其他十个支派 十一个支派 就是很厉害 但是呢 所以呢 为什么到了素罗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最小的支派 因为为什么他死得人多 所以呢 就不是很好 但是晚上的时候 要分他所夺的 所以我还记得 那边雅敏之派呢 就是呢 是后来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祝福的 什么时候呢 是新约的时候 它是一个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素罗变成了保罗 保罗呢 就是祝福整个世界 那些外邦人 所有的外邦人呢 就是因为保罗写的那些书信呢 就是受到 受到很大很大的 成就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读一段经文 就是讲圣餐 因为为什么讲圣餐呢 因为这个也是保罗 他自己在主那里 亲自领袖 那么呢 圣餐些什么呢 我们每次都有讲的了 那么呢 我们知道那个身体 是纪念他 主耶稣 是那个杯呢 也是纪念他 新药的血 那么所以呢 其实呢 是纪念他新药的血 是多谢主的 是很开心地吃的 那么呢 还有呢 他说呢 如果呢 有些人不省察呢 是个饼和杯呢 那么呢 他呢 就会吃我自己的罪 那里呢 就参加了 大部分的教会 就是那些所谓正牌教会 他们就有招 因为他们是跟传统的 就说 哦 如果你有罪啊 你仍然有罪啊 你不要吃啊 你吃的时候 他就会早死啊 这么说 就是看到有些 甚至是他们是信息歧视 那些都竟然是这么说的 但是大错答错 因为他拒绝了那个祝福 这个是活水泉源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因为呢 就说呢 他说明 如果你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什么叫分辨主的身体呢 因为主的身体是为祝福的 你又敢死 就说他是cursed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所以就是很多的教会 他们仍然是旧色的方法 他们跟天主教 跟那些所谓正牌的教会 就反而是 没办法得祝福 所以我们现在是伸在右手 就不是伸在左手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趁着这个时候 我们就领受 主的身体 我们现在就一同做 如果你是没准备好那个饼呢 你可以pause那个video 那就可以做 anyway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 我们是领受主的身体 耶稣啊 耶稣我们感谢你 赞美主 因为呢 你在旧约新约那里 讲得很清楚 整本圣经呢 其实是讲人的一个历史 是从创始 创造天地 直到呢 将来呢 主你回来 在启示录那里 那么创世纪到启示录 全部是其实是讲耶稣里 主下 我们知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是靠十戒 我们不是靠旧约 我们应该是靠着耶稣的身约 我们已经知道主的杯呢 就已经是洗净我们的醉 还有那个饼呢 就是给我们得healing 得blessing 给我们是有blitz it 就是有the way out the way out as you are in heaven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阿们 在饭后的时候呢 我们多谢你 煮了你的杯 你的杯是给你洗白白 是 之前已经和我们一次过搞定 我们就是顺利望你 我们多谢你 是 这个不是我们认罪的 我们不需要再认罪 因为为什么呢 主下你在为我们洗净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爱他现在将来的罪 已经得诸赦免 所以我们领受这个杯 我们是跟主你联合 是 知道主啊 你真是爱我们 祝福我们 是 给我们有公义 直到永远 多谢耶稣 阿们 多谢耶稣 我们现在做个结束祷告 OK 耶稣 耶稣 真是感谢你 因为我们可以跟天父一切 我们在主的国有分 我们现在是得到保罗 是 给我们分那些食物 是 知道不再是受到咒座 而是得到主的祝福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免你 我们就交给你 是 你是祝福所有的听众观众 给他们是 因为神的话 因为主啊 你的爱 是 给他们每个人来受感动 是 给他们的家 他们的人 全部是得到祝福 是 得到医治 是 得到健康平安 是 得到主的供给 是 得到主属天的智慧 耶稣 多谢你 祝福所有观众听众 At the sound of my voice That they are all blesse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OK 多谢各位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广东话查经》 祝福你们 我们下星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Amen 我们下星期的观众